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得他知道你没告诉家里人 你们交往的事啊 而且为此他还跟我生气了 生气了 那么较真啊 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件好事 你想啊 这说明他在乎你啊 换做我 我也生气 那所以你也觉得是我做错了 我不应该跟我爸妈 隐瞒我们之间的关系啊 感情这种事吧 也不大好说 不过我倒是挺同情你的 叔叔婶婶可不像我妈 她们的思想比较保守 她们要是知道 你跟一大老板谈恋爱 估计肯定会觉得 你们的身份悬殊太大 会担心你怕你受到伤害的 就我叔那脾气啊 说不定很有可能 直接把你离回老家了 依照我爸的个性 真的是非常有可能 所以说呀 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俩真是苦命的好姐妹呀 你说你爸要是和我妈的脾气 能中和中和 那该多好啊 想得美 太悲愁了 太悲愁了 阿姨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来帮忙打扫卫生 那怎么行呢 我是来领终点的 怎么能让客人来打扫卫生呢 没关系的 我跟我的家人都借住在这里 如果连卫生都不帮忙打扫 心里会跪不去的 不用的 我自己来就行了 没关系 我会的 阿姨你去忙吧 这里交给我 好 好吧 那你随意 我先进去了 好 好 薛小姐 你能方便过来一下吗 好 我马上过来 薛小姐 怎么了阿姨 这洗脸台上 本来放着两个水晶做的 漱口碑 像其他房间一样 可是这房间怎么只剩下一个水晶杯了 水晶杯 是啊 这杯子是水晶做的呀 对啊 薛小姐 你看 这是颜总特意从欧洲带过来的 你看这一套是六个 你看那到底少了一个 你说叫我怎么办呢 那不就要我半个月的薪水吗 那个房间是大伯母住的 该不会是大伯母把漱口碑 给带过去了吧 薛小姐 怎么办 要是风小姐知道的话 乖追下来 那么好几个月的终点 就没有了 薛小姐 麻烦你 能不能打个电话 问问你的家人 是不是他们不小心带走了 而且 你还可以帮我坐镇 这水晶杯啊 不是我打破 也不是我弄丢的 好了 好 阿姨 你别着急 拜托你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麻烦你了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我呀 一下子就找到了 那个水晶杯啊 像宝贝似的 被供在客厅的柜子上的 我和你爸已经把它打包好 给你寄过来了 这几天你要注意一下爆裹啊 太好了 幸好找到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跟风月交代了呢 妈 你是怎么跟大伯母说的呀 你们千万别起争执啊 我想大伯母应该不知道 这水晶杯这么贵 只是顺手回去当水杯的了 你爸说了 哪怕就只一块钱的杯子 也不能这么顺手带回来呀 这给薛家人丢脸 再说了 真不知道价钱的话 至于供在柜子上 像宝贝似的吗 谁给薛家人丢脸了 三三 那就先这样啊 再见 要取来了是吧 来来来来 你先进去 把药熬出来让爷爷喝啊 来来来 进去进去 来 去 她怎么了 刚才是山线打来的吧 是啊 三三说借给我们住的公寓里呢 丢了一个水晶杯 价值大概是三三半个月的工资呢 这杯子要那么贵啊 那可是个宝 怎么会丢了呢 说不定啊 是打扫卫生的阿姨顺手牵羊 也有可能是弄碎了 怕赔不起 藏起来也说不定啊 现在没事了 水晶杯已经找到了 也已经寄还给了人家 找到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我炉子上还热着汤 我先回去了啊 也不过一两个月没来光顾 怎么变难吃了呢 原来卫蕾也是由奢入减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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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得出很不一般吧 一个水晶杯 对于风价来说 只是个漱口杯 对于薛家 却是个能供起来的宝物 两家之间的差距 也够明显了吧 我怎么能跟风价说这些呢 要是他因此又误会什么 我真是有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 还是打给当事人道歉好了 珊珊 你真的不用道歉 没什么的 不就是一个水晶杯吗 你看你们竟然远道而来 我们风价也没准备好 有什么见面礼 真要论起失离来 应该是我们的不对 所以你千万不要打电话 再来道歉了 真没事 好吗 忙去吧 拜拜 珊珊 说大父母啊 从公寓拿了一个水晶杯走 不过已经从老家借回来了 水晶杯 是咱们从奥地利买的那组吗 对啊 借的公寓东西丢了 珊珊肯定张罗日还的 其实我觉得吧 这个收拾行李的时候 难免手忙脚乱的 对吧 珊珊有点大惊小怪啊 还专门打个电话 来跟风月道歉 这样弄得好像 感觉我们大家都把她 当贼房子似的 有点太见外了 可不是嘛 虽然那个大伯母 我是真心不喜欢 但是呢 也不至于对珊珊家人有意见 人都说呢 有其母必有其女 但我觉得留留人就不错 你看个性低调 人也不浮华 可是跟她那个男朋友 留成厚义 她也不像 你快吃点东西吧 别说了 我最喜欢的 我不要打算 你去经历了 你去经历了 我只爱你 下一位 你的恋爱 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 冯腾 这些是你这样 家世出身的人 所不能理解的 其实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 我不是一个 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进来吧 大哥 风月没有其他的意思 她不会因为这件事 就改变对神神的看法 我知道 严谨 我想问你一下 你当初有没有想过 要跟风月分手 坦白说 我想过 当初我就在想 和她分开了 可能就不会这么累了 但是我一想到和她分开 我就特别痛苦 而且我跟她在一块的时候 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 拼头论阻 我都咬着牙根舔过来了 我想让他们 也想让你 知道我是她 可以托付一身的男人 希望晓晓可以像你一样勇敢 希望晓晓可以像你一样勇敢 其实你很棒 然后我好像一个人 希望晓晓也计之外 我记得了 你一直在那里 我还记得了 就是因为我晓晓还 我晓晓也计之外 你能变得了 我晓晓也是 我晓晓也计之外 但我晓晓有的 我晓晓也计之外 我晓晓也计之外 这不正常 人 他的眼光 可不是单小老百姓参透的 沈沈 你跟齐帅比较熟 齐帅真的唤新婚了吗 我不知道 我没听他提过 我也不听 怎么才从伦敦回来 齐帅就跟其他女生搞暧昧啊 还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在伦敦的时候就不愉快 李树没事吧 可是我现在跟封腾处于冷战状态 我又不能直接问他 封腾 你看一下 那个比纳公司是什么公司啊 我听了没听说过 既然要告我们 生活能量APP侵犯专利 你知道这事吗 知道 比纳尔士西雅图当地的一家软件公司 我刚听说 富尔特手机在家中啊 怎么会惹上这种官司 我们的系统要进决美国 要和富尔特联合推出一款新手机 我估计他们是想利用专利 来敲诈我们一下 这种事我倒是听说过 但是生活能量可是我们研发团队 辛苦得来的结晶 封腾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能跟这种专利流氓妥协啊 我当然对他 但是你刚刚说到这个生活能量 你和那个女画家的照片是怎么回事啊 风大老板 我以为你在工作时间从来不跟我聊私生活呢 好 不聊 走 带你去 对 生活能量是我们研发团队辛苦得来的结果 山山也有贡献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步 下载的时间 我快看你 说吧 你和历叔到底怎么回事 冷静期 冷静期 你们两个刚在一起多久 我把你面对的 你把你和历叔的照片 就那么趴到网站 你让历叔他走得能一起 你是我哥们 你让我总面对 好 那我实话告诉你 我从来就没有跟历叔在一起 其实你心里明白 历叔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 他之所以跟你说我们在一起 只是为了气宁 引起你的注意而已 除了多少能感觉出来的 但是我始终相信你 弄假成真的本来 如果只是追人的话 那有什么难的 所以你要追的 是黎叔的心 其实 你不是喜欢上黎叔 你是爱上黎叔 我原本以为 我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走错方向的 可是我没想到 人一旦投入真感情吧 就容易变得迷茫 我挺不喜欢现在的自己的 我相信啊 我一定可以充满电 又重新王者回来 最 vicioushis 你怎么有鬼 反正舍啊 那 kannst 会这样 选择下来了 的话 然后 怎么回来 快� sola 你 artists 李叔这个表情 该不会是不知道吧 天哪 薛珊珊 你就这样直接揭穿 实在是太难看了吧 李 李叔 对不起啊 我 我真的 真的只是想关心你 这没什么 李叔 你别生气啊 正希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没什么原因 对了 我以前也看到过 正希跟一些朋友 都有抛过一些合照在那上头 男男女女都有 所以这也没什么特殊的 你真的别 别往心里去 没事 我跟正希分手了 为什么呀 因为风疼 开玩笑的 看把你吓了 但是分手是真的 你说正希这个人吧 一看就是还想玩两年呢 你说我哪管得住她呀 我女孩子呢 总是想找一个能够 让我们稳定下来的对象 就好像你跟风疼那样的 你也觉得 那个风疼 对我特别好 是吧 就是那种 不管是在家庭还是事业上 都很专注而稳定的那种吗 当然了 难道你觉得风疼有哪儿做得不够好 我 说在你最近跟风疼 没什么事吧 没有没有啊 她 她一直都对我特别好啊 好 黎叔这么问 表示风疼并没有告诉她 我们之间的不愉快 我能跟黎叔说 我觉得风疼实在是太好了吗 这样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吗 好 已经冷战三天了 风疼一则讯息都没有传过来 也没叫我过去她的公寓吃早餐 肯定是对我非常失望吧 还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 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赶上风疼的脚步 成为配得上她的人呢 总不能依着风疼说 我不想分手 然后什么都不管 就死赖在风疼身边 那不是用验了公司那些人的眼光吗 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 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 如果你不喜欢是黑洞 以后就别让你在大场 再做黑洞了 所有温暖都在不尽一种难言 当你觉得害怕有我 当你觉得害怕有我 当在面前 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深深的爱上你 你能否察觉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 最近都没怎么看到珊珊来找我哥 而且我一提起珊珊 我哥脸色就不大对 历叔 你们在英国伦敦的时候 我哥他还好吧 挺好的呀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上回风疼一下飞机 不就带珊珊去医院了吗 没事吧 那会不会是去医院之后 见过他家人 发生什么事了 难怪了 上次吃饭的时候 我提起了珊珊的家人 我哥就对我识脸色 我也没说错什么呀 诶 吕叔啊 是不是 我哥提起珊珊家人什么了 没有啊 我没听他提过啊 屏 Mary 沈ätzen跟风疼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在我决定不爱你的时候 嗨 何静 给你看看我的画 这幅荷花景里是我特地为你画的 我想荷花这个题材 通常是用国画的方式来表达 但是我想你从美国回来的嘛 应该会比较习惯西方的手法 所以我就用油画的手法来表达了 怎样还不错吧 的确挺创新的 谢谢啊 我就把它放在这儿了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看到它了 谢谢 你住的地方挺雅致的嘛 我方便参观一下吗 厨房也是我喜欢的风格 很有家的味道不错 不好意思啊 最近太忙了都没时间整理 家里挺乱的 就不方便参观了 谢谢你送我的画 改定我请你吃饭 今天不太方便我就不送了 就好 今天我看了 走 跟我帮我吧 走 你帮你帮你帮我吧 你帮我吧 你帮我吧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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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吧 复杂的游戏 一投入就害怕失去 怕受委屈 怕太着急 如果一段感情里 没有一点正面能量的支持 所以 那坚持下去还有什么用 什么是正面能量 你刚刚说 跟我在一起特别开心 这算正面能量吗 我想 一段感情里面 应该是要怎么开心的 你谈得告诉自己 该忘记这样的关系 还想你 总是想不由己 明知自己填自己 也无法再勾起勇气 说爱你 爱你 爱你 美国的比纳公司 已经对我们提出了诉讼 这样一来 下一季我们和福尔特手机的销售 就会陷入很大的问题 福尔特手机已经给我们下了 最后的通牒 一周之内 必须解决 比纳如果执意要提起诉讼 我愿意奉陪到底 诉讼的过程 矿日费时 肯定会影响到下季的商品 风腾才刚每下福特的手机 就陷入诉讼风波 因此造成的损失该怎么办 福尔特方面呢 也不想这样 风腾 就让我跟比纳公司好好谈谈 我相信他们只是想要一笔专利费 现在的耽误之急就是 一周之内 马上解决问题 不行 我们一旦坐上了谈判桌 这表示我们承认剽窃 生活能量是我们辛苦研发的成果 不是剽窃 立法屋 麻烦你配合郑总监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 找出反驳比纳的证据 知道了 离不求 取得那 我看你 是唓人的 只要你 在你 我看你 这一天 他在那边就严重了 瞧你这样 拜托 我跟他在那中有什么 问你 一天 看他 我跟他一天 呀 我跟他一天 只有你 必须 他 怎么 我跟他一天 混音 我跟他们 tant 对啊 不可能 不可能 集团被告的意思 就是负责任的人也被告了 商场上你争我得呢 是很自然的事情 有没有剖欠的也不重要 诉讼手段呢 不过是途径之一 唯一的真相就是 胜者为亡 说得也是 肖峰困这种大集团 经历的诉讼案件 难道还会少呀 再怎么样 也能找我们管吧 齐帅 放心啦 齐帅也不是省油的灯 放心 放心 没事 没事点 没事啦 走走 上班上班 上班 气帅 是不是顶尖人物的世界不一样 心脏也跟我们不同了 如果我现在在风腾的身边 吵得睡不着觉的人 搞不好反而是我 薛珊珊 你想追上风腾的脚步 可实在是望尘莫及 保护 我心里有什么事 我以为你 吃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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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蜊 宋月 杯子给你寄回来了 你哪天有空我给你送过去啊 正在请你吃个饭 这次真的给你添了麻烦了 没事 你要请我吃饭啊 太好了 我正好在家里嫌得发慌呢 我立马就可以出门 这样 我下午呢去给宝宝买几件衣服 咱们叫尚利叔一起 吃了饭咱们就好好逛个街好吗 好啊 好啊 那待会儿见啊 就这样啊 好啊 哎呦 手起响 我帮你啊 谢谢 莎莎 你觉得这也好看吗 喂 亲爱的 美哥 你就是喜欢我粉嫩粉嫩的女孩 好吧 知道了 真可爱你啊 对 但你平时好像都不穿这种装 怎么了 宋月 好吧 年轻说了 她要因为笔纳的诉讼案回一趟公司 所以呢 就不能来接我了 李叔 我不想打车回去 我也无能为力 我今天也没车 比如说了 苏诚案怎么样了 你是关心诉讼案呢 还是关心我哥呀 其实以我看呢 这笔纳就是专业流氓其中的一员罢了 新品上学之前呢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人找麻烦 我最讨厌这样的人了 看我哥怎么收拾他 我看呢 你是讨厌他们 害了严谨 不能陪你逛街 拎东鞋 对吧 你不要吃我多 我妈连输我 不过言归正众啊 珊珊 你千万不要担心 丰家收到的起诉书 估计有你房子大小了吧 这次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就当他们免费 给我们做宣传了 不愧是分家人 连遇上诉讼案都这么神定气闲 还有办法往好处想啊 喂 哥 我在逛街呢 我和丽叔还有珊珊一起 人情加班你应该没有吧 你能不能来见我妈 我哥说吗 可以的 不要这样干等着吗 走 逛街去 走啊珊珊 走 也是时候该见面了 这些换了 对吧 给我算生菜的吧 好的 珊珊 这个咱们家你喜不喜欢 你让个试试 试试吗 对 你都没有这样的款式 好 看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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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是怎么塞进去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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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 慢慢涂 你这样涂会伤着自己的啊 没事没事 等一下 咱们等电话后来再拖吧 很快 怎么办 风疼就要来了 走 走 哥 你到了 我们这儿还有一会儿呢 冯月 要不然让我们跟这棠上来吧 那行吧 要不你上来吧 好 我先吐了 来来 我 我去就是这样的 你别别别别 现在你快回来 你穿着别人的鞋 跑到厕所去 人家外套鞋呢 我吐了 你别着急 再一些 你怎么只穿着一只鞋 鞋太紧了 吐不下来 你这是要干吗的 还在生我的气吗 把手放开 妈 这人这么疼 先把手放开 先把卸装好了 我们再说其他的 冯月 你们先走吧 好了 有什么话想说 现在可以说了 你 那个 刚才谢谢你 你就是想说这个 不是 还有 对不起 冯涛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跟你分手 可是 我也没有想过以后 我不敢多想 我也不敢让家里知道 更不敢让同事知道 对于无大幸运里面觉得 我们之间差距那么大 可能在一起 也不会太久 我不是对你没有信心 我是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我真的很害怕 一些同事 说你看他们俩在一起 多不配啊 所以我就把自己藏了出来 这些人 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 看来你最近想了很多 但你现在想怎么样呢 雪深深 我们之间的差距会一直存在 你要继续不自信下去 还是继续躲下去呢 所以我决定 我这次一定要考过CPA CPA 我之前说考CPA 都是说着玩的 但是这次不是认真的 我一定要考过CPA 很好 雪深深 你可以给我简直一下 我们的话题 怎么就转移到 你这职业规划上去了呢 不行吗 不行吗 很疼 虽然 不论是外表还有家事 我们有很多方面 都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这我也改变不了 所以我会在事业上 努力一把 我肯定成为不了 那么最好的人 但是我会成为最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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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成为不了那个最喷你的人 但是我会让自己成为最好的梦 好 如果开始是为了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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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 明知道和你没有输赢 我会成为最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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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梦 帮我去世 你也会为最好的梦 你也会成为最好的梦 情节奏 你也会让我去世 你也会觉得工程 因为整个梦 我会成为一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